阿翔尽管工作忙碌 人会把握时间和孩子们相处 共度亲子时光 经约他带着儿子前往大巨蛋看棒球赛 并发文分享了二度造访大巨蛋的心情 然而他在贴文中附上了白眼表情包 吐槽观看的过程中就像是来散步 由于球赛过程精彩 让前排的观众们兴奋地站起来喝彩 导致坐在后座的他们无法正常欣赏球赛 只能不时地起身走动才能欣赏球赛 尽管如此阿翔也分享值得开心的事 那就是走路到场馆看球赛 所以没有停车的烦恼 此外儿子在得知要去大巨蛋看棒球赛后 兴奋地表示同学也会去看 而父子俩也穿上了同色系的穿搭拍下合照 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笑容 可见两人都十分享受这次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